透過線上學習、遊戲或AR、VR等智慧軟體設計的教材 讓教學現場生動活潑 也可以讓學生輕鬆自學 以遊戲的方式讓小孩子可以很輕鬆地去學習 不同的語言 主要是以英語為主 目前我們有五個語言的平台 包含英語、中文、西班牙、德語、法語 我們硬體廠商終究只是個載具 我們這樣的載體進到教具現場 我們發現如果沒有結合內容 沒有結合教學方法 沒有結合人 其實有時候它沒有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我們希望可以真正帶給使用者一些好的答案 讓這些使用者真的願意應用我們的硬體 或者是各位的軟體或者是內容 智慧教育競賽 除了最高20萬元的獎金 也提供團隊技術輔導 開發資源媒合等加值好康 希望發揮以大代小的精神 提升台灣的智慧產業與國際競爭 希望我們大家系統團隊 要能夠做好組織 這個迎接我們未來在國際市場上面 去跟其他的團隊來競爭 大家在上面有所交流 不管是跟主辦單位 或者跟各個同行之間 不管有沒有得獎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初衷 主辦單位以互動智慧教育為目標 運用廠商所提供的大尺寸互動顯示器資源 開發出可實現在產品上的APP 期望一起為教育者與學生 創造美好的科技賦能教育體驗 新唐人雅的電視 比捐榮台灣高雄策訪報導 三 二 一